嗯 等一下 连着这个香茅一起去烧烤 很香的香茅的味道 而且啊 你还吃到那个香料的那些炸在里面 我觉得它跟Otta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比Otta清淡一些 它用这个香茅 然后呢 用这个肉 布着在上面然后拿去烤 更香 其实还有这个哦 哦 它的这个是甜酱油加上一些 好像辣椒油这样子 可是这个它的辣椒味更加的浓郁 它有那种油香味 好香哦 那个辣椒啊 是 随后而来的 然后 现在就是很辣 很爽 很刺激 á hour cooking is MSG free everything is traditionally done from scratch painstakingly to actually give you the best taste possible and every dish has a different taste a lot of work but worth it because 因為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想要的 它的鴨肉 它的鴨皮 有經過醃漬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香的 因為鴨肉裡面的那些香料的汁 都斷的滲透出來 這樣子的鴨肉汁也是很好吃 很享受 這個餐飯有很濃郁的 大蔥的香味的甜味都在裡面 還有這個醃漬的這個蘿蔔等等 超好吃 我剛才吃了那個飯就覺得 幹嘛這個飯又不同 它很有彈性 然後再配合上它的這個香蕉 很開胃啊 就是把你的那個食慾完全打開到一種境界 我在想如果再配合一個鴨肉一起吃 不到兩分鐘我應該可以把整盤都吃光 在哪裡 在哪裡 他們會把這個吃光 當他們會把這個吃光 他們稱它為了 《Cucose》 《Cucose》意味著是蒸 《Cucose》意味著蒸 《Cucose》意味著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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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擁有多酸甜味 和奶油 因為全部都配合相互 因為它們不混合 然後它們不混合 然後它們不混合 它們不斷 不斷 變得太多 我們有它們的黑色 和白色 因為它們的黑色 黑色 通常有質感 因此它們會回到白色 味道和質感 它那個黑糯米和白糯米的味道 在原製原味的情況下 它上發出來的那個香味 其實非常的濃郁的 你這樣子吃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是讓我們煮 煮味 可是 沾了這個吃起來像 然後沾了這個吃起來就變鹹的 完全不一樣 然後被老闆一直